小息回來,又教一些基本的東西 基本的東西是滾瓜爛熟 不就是翌日教風水時 全部一頭霧水 那就教十二地支 非常之複雜,又多東西 鼠頭、虎頭、龍、蛇 不是,是紙,紙是甚麼 紙、醜、茂… 其實我不懂得唸 糟了 偶人某、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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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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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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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地 記住,要認出這個圖 就是這樣寫的 不是,這是紙抽也行 記住,我叫你這樣寫就這樣寫 你怎麼辦這麼多話可說 人某臣,是東方,春貴,居目 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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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南方 夏季 熟火 新有雪 是西方 秋季 熟金 太子丑是北方 冬季 熟水 是不是寄熟這個圖很容易寄 冬季 東南西北 春夏秋冬 木火金水 為何不記得土 是中的 對,土在這裡 神術醜味是土 春季 木氣已盡 火氣將至 間閘之氣 叫土 夏季火氣將盡 秋季將至 間閘之氣 叫土 一樣,秋和冬一樣的意思 無土則萬物不生 所以春夏秋冬 都有土 春天有土 夏天有土 秋天有土 冬天都有土 即是像過渡期一樣 總之就等於我們這個 萬物無土不生 天一生水 地六成之 一同六中間隔甚麼 2、3、4、5 隔個5 2、3、4、5 2加5是7 3加5是8 4加5是9 其實暗中的土已經在那裡 生素和乘素 其實有五在中間 五就是土 所以土是間閘的 很容易計算 是 仁某神 是東方春季熟木 至五味南方夏季熟火 身有蜀是西方秋季熟金 害子醜是北方冬季熟水 但記住了 神蜀醜味是四個土 即是神又屬於土 又屬於木 照計這樣說 還是他… 神裡面藏著木 藏… 火裡面藏… 不…智味裡面藏著火 蜀裡面藏著金 醜裡面藏著水 總之你記住它是土就行了 你不用學到那麼複雜 以你的智力 先背著它吧 先背著這裡 還要不只 人某神就等於 1、2、3、4、5、6 身有蜀是7、8、9 這是農曆嗎 是農曆,難道是計身曆嗎 對,害子醜是10月、1、2、3 算農曆,你不要跟我們說初一15 人叫你放風水 你不要連初一走去放風水 今年農曆年 連初一是甚麼時候 我知道,1月22 那明年呢 2月10 對,難道我今年1月22擺 明年2月10擺嗎 那就不對 那我們算命或風水的人 是用甚麼 我知道,算立春是嗎?師傅 是嗎 立春跟著呢 立春之後就算節氣 跟著是甚麼 24節氣 立春跟著呢 師傅,你說吧 師傅,先交給師傅 我們背著這個 你也不用 節氣又不是會背著嗎 又不用算24 我們通常都是… 每一個月的開始,記住了 1月、2月、3月的開始 立春經直清明 立夏 望重小書 立秋白露寒 羅,立冬大雪小寒 立春 就是1月的開始 立夏 是4月的開始 立秋 是7月的開始 立冬 是冬天的開始 立春經直清明 立夏 望重小書 立秋白露寒 立冬大雪小寒 所以每一個節 就是那個季度的開始 那你甚麼都不用記了 你也對,只記甚麼 立那些嗎 立春就行了 只記立春就行了 因為你每年要放風水的東西 而可以舊的東西 換新的東西 就要立春 有人回答我甚麼時候 是否正月15日 立春,你自己看萬年 看你的手機 一定是2月4日或2月5日 根本不用記的 真的嗎 完全不用記的 清明節是甚麼時候 4月5日 那你又懂得回答 我生日 冬是甚麼時候 不知道 做冬是甚麼時候 家裡有做冬嗎 好像是聖誕節之前 誰生日 誰做冬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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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不是做冬 做冬生日 做冬不是12月22日 對,不是聖誕節前嗎 12月,怎麼跳了11月 12月 2月4、3月6、4月5 5月6、6月7、7月8 8月8、9月7、10月8 差不多 11月7、12月6或7 然後12月1月 1月6 總之每年都差不多 那你就知道了 立春才是1月開始 基本上就記好了 還有陰陽 每樣東西都是陰陽 人是陽 陽、陰、陽、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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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畫這個圖給你 你差不多… 所以叫你記住這個圖像 不要記住這個圖像 因為有這個圖像就知道了 春夏、粗冬 東南西包、木火、金水 差不多都是不用背嗎 是 沒有了,有甚麼要問 這些不能問,就是死記吧 是… 這個表述就是太好了 但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甚麼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那些不用明白,要告訴你 你慘了 那些不是明白 這就是紀立的圖像 那即是不用背嗎 當然要背 你總之先背了它 對,我背了它 你不背,我怎知道 甚麼時候放1月風水 2月風水、3月風水、4月風水 因為每月有流月風水 有榴槤風水 你連月份都不知道 無緣無故叫人年初一放東西 年初一都還未到新年 總之你今年2023立春前出生 你也是屬苦的 所以你可能年初一 年初二、年初五、年初十 可能都是屬苦的 你別突然叫一、年初一 原來你屬苦的 是 明白了… 所以立了春出生 你才是套年 立了春前還是苦的 明白 明年一樣 明年2月10日才是新年 你別說人家2月9、2月8、2月7 你屬套的,不是屬龍的 人家立了春 即使我年28年、27年、26年 我已經屬龍 所以每次立春、立夏 都是同一天 一年一天 所以你偏一個出來 你別管他,有時差是一天 總之那條界不相差也很遠 總之2月4就是2月4 有10年有8、7年2月4 有1、2、3年2月5 是 還有問題嗎 沒有… 有也被我罵 資料的東西,死記就可以了 那我沒有了,又下課了 好… 回去吧 好 下課 起立 起立 快點 是 再見 謝謝 師傅 下課見 再見 這個廚房廁所是新貨題 新貨題是否要經過不停不停不停 不停的驗證 那你們就幸運了 我驗證了40年 說的答案給你們知道 你就不用浪費10年時間 就立刻要用了 這個廚房就在這裡 門是完全正確的 水火膠線 這才是真正的水火膠線 我有個朋友,家裡也是這樣的 漂亮的女生,又有男朋友 弄一弄一弄,分手 弄一弄一弄,失業 弄一弄一弄,我再看到 整個皮膚差得很厲害 到最後那時候,她才捨得搬 只有搬?這個解決方法 遮擋化鬥鼻 最後一作是甚麼 比例是36雙,走為上雙 所以風水不是經常足夠的 我们下期再见